谢娜会不会回归快乐大本营?张杰十个字已经透露了一切真相 自谢娜怀上宝宝后,关于她离开快乐大本营的消息就始终不断,且不难为是又新增了一个主持人到快奔舞台上 这不得不让人怀疑,谢娜在做好月子回归舞台后,还会不会有她的底盘? 前段时间甚至有网友言之着凿的爆料,说谢娜应该不会回湖南台了 付出的首秀会选择上海东方卫视,可由于没什么真凭实据,大家也就笑笑表示,没有过多关注 可是近日张杰的一则帖子却让大家很生气 原来张杰转发了一个帖子,配文道,无论走得多远,家一直在东方 家一直在东方位时,这下子网友们纷纷不答应了,粉丝们都觉得张杰有点莫名其妙 凭借快乐男生出道的张杰,一直都是依靠湖南台和谢娜的帮助,更是快乐大本营的扶持啊 为什么会说出这种伤害粉丝的话呢 不过也有人认为,这是张杰主动跟翻接台是好 毕竟人家都颁奖给你了啊 未来人家夫妻事业都转到东方卫视 但是这个也是有可能的 对此大家如何看待呢